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在下午開了記者會 講解一下強制檢疫措施 實施了三天以來的情況 至今日為止 總共有1,193人需要接受強制檢疫 當中有1,066人是香港居民 另外127人是非香港居民 絕大部分接受強制檢疫的人 都選擇留在家或酒店 只有20名香港居民選擇進入隔離營中 警察在這段期間進行了167次突擊檢查 其中有9次發現 那些人根本不是留在指定隔離的地點 換言之 即是離家出走 不知走到哪裏 後來成功找到7人 另外有2人失去聯絡 即是失聯 不知走到哪裏 警察就說會發出通緝令 並且考慮作出檢控 問題就是來的 所謂強制檢疫的措施 你哪裏強制呢 強制的意思是 不出不入 永遠留在同一個地點 好像軟禁才是強制檢疫 你任由他通街走 根本就做不到檢疫的目的 你檢測什麼呢 你穩住他 無非就是想他在14天的潛伏期當中 不要在社區周序走 現在發現到167次有9次不見的人 你計算的比率是有5%的 你現在接近有1200人要強制檢疫 你成了那條數目是很大的 百分之中就是差不多有60個人 哇 就在潛伏期間就周序走 那你就一樣有機會造成所謂社區傳播 還有2個人是失聯的 不知走到哪裏 那這個措施是有用的嗎 你做不到的事 不可行的事你就不要推行 你無非搞強制檢疫 就是為了躺塞市民和那班罷工的醫護人員把口 就是不想搞這個全面封關 故此就找了這個折衷辦法出來 就想著厲害了 搞了這個強制檢疫就萬無一失了 浪費氣了 你看看這個深圳灣口岸下來的人 每天都維持在200多300人 在前日2月8日 總共有254人經過深圳灣口岸入境 到昨天2月9日升了100人 到了353人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驚人的增幅呢 很肯定就是 那些人見到你香港的所謂強制檢疫措施 原來是靠自律的 原來都是這麼久留不過矣意的 走出街都是突擊抽查 未必抽中自己的 那當然是那個數字會回升 可能接下來這個星期還會繼續升 根本上你就無效執法 還要考慮檢控 還要考慮嗎 你當然要趕快檢控 要不然哪有阻嚇性 每個人離家出走 你找得回就算了 那有作用嗎 那誰人都離家出走 你找得回就行 那強制檢什麼疫 完全是穩笨的 純粹是自欺欺人 對嗎 你對於那個防疫可以說是毫無作用的 只不過就在那裡勞民傷財 做一下樣子 叫做好像做了一些東西 來阻止社區爆發 實情這些東西 完全是不對題 亦都是不到位的 根本是找笨嘛 你剛剛浪費鬼氣 對於那些教師的處分就這麼嚴厲 對於這些人 打個電話去找到他嗎 拜拜 你回家吧 提醒你 這樣說有鬼用嗎 是不是啊 真是離開大譜 好了我們又說說關於美心集團 美心旗下有兩名職員 感染了這隻武肺確診了 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是參加了1加19口的打邊爐活動 美心就說 旺角的新世紀廣場 和中環力山大廈的北京樓分店 已經進行了徹底消毒 而這兩家的分店 所有已經開封 或者經過處理的食材 都已經丟棄了 而且將會停業十四天 直到二月二十四日才會重開 不過我看了鍾南山院士最新的一份研究報告所得 就說這隻武肺真的相當狡猾 它的潛伏期最長是可以去到二十一天 到底十四天是夠不夠呢 這就交給政府來定奪 不過我也要奉勸大家 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星期 盡量不要外出進食 如果真的因為工作需要而要外出吃飯 就可以叫打包、外賣 就放在二邊吃 就好過去喝茶 這些真是非常高風險的行為 因為就算衛生署叫呼籲大家用公筷也好 人從來沒有用公筷的習慣 夾夾就會撈亂了 而且就算用足弓筷也沒有用 難道大家一起吃飯喝茶 一句話都不說了 我各有各吃了 如果各有各吃不吹水 不如自己放在一邊吃 買回公司的事 所以真的非常無謂 這樣而去 就很不值得了 所以我奉勸大家不要再參與這些高危的活動 而且聚會或者禮拜天喝茶 只能夠押後一兩個星期才去做 最好等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香港再沒有新增的確診個案的十四天以後 那就安心食用 不需要搞到現在這樣步步為營 走進酒樓都是要戴著口罩 哪有忍的 除了美心以外 大家樂和大快活今天也都宣佈了 他們的分點就全線不會再發售火鍋的 即是打火鍋一個人吃的套餐 我覺得他們真的都有社會責任 做得好 要稱讚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們繼續來發售這些火鍋套餐 雖然絕大部份的人都會卻步 只不過一定有一些不怕死的傻佬 又覺得大菌吃細菌 或者高溫消毒 一定有這些歪理 總之他肯賣的話 當然是有人肯去買 所以他不賣是最好的 將社區傳播的機會率減到最低 但是有些店鋪專門做打火鍋生意 或者專門做雞煲 那怎麼辦呢? 沒得強制別人關閉的 自由社會資本主義 唯有奉勸大家市民 儘量這兩個星期先忍一下嘴 先看梅止渴 不然怎麼辦呢? 接著又說馬會的電話頭駐部 其中有一名員工的家人確診了冒廢 於是這名員工被人帶進隔離營的時候 隔離十四天 馬會的防範措施做得很好 縱然這個人不是確診個案 只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但是他們都已經將這名職員任職的地點 即是馬會的電話頭駐部三樓暫停使用了 而且曾經坐過他隔離的電話頭駐職員 都同樣需要自我隔離十四天 當然他們做得非常好 馬會就沒得頂了 頭駐站又關門 綠合彩又無限期關閉 連賽馬日都選擇閉門作賽 所以真的沒得談了 你找特區政府的防疫措施 一放進去 比拼一下就已經完全比下去了 所有政策都是萬十拍的 人家要求你全面封關 你就不停地想辦法 就想避免這件事 甚至乎這個行會成員林政才 還好意思走出來說 遲些就可能會要求這個戲院關閉了 有用嗎? 你不從那個源頭去倒截 現在深圳灣口岸竟然多了100人入境 第二天是 第三天又如何? 即是今天又如何? 當然明天就有數字了 到時再跟大家說 說回這隻鑽石公主號 真是大劑 今天又多了60人 確診了這隻武肺 使得船上的確診個案急升到130宗 我特地找回主家男人 Bob叔的郵輪片去看 鑽石公主號到底有什麼高危的設施 我看看有幾大發現 首先原來是船上有很多野玩 有水寮 有桑拿 有泳池 有風呂 這些地方其實都是跟水有關的 如果說飛沫的傳播 最大機會就在桑拿浴室 因為那些口末 一旦飛出來的時候 是桑拿的蒸氣房 那些蒸氣當然就混合了 形成了氣溶膠 吸了下去就糟糕了 而且那些超級播毒者 有可能是口木還飛 就街噴口水 你一摸到他 不小心碰到他的口鼻 絕對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還有一個賭場 賭場就大劑了 那些人一邊拍桌 一邊叫功 一邊吹一邊頂 那些口水花飛沫 就噴到到處都是 甚至乎噴到到籌碼的時候 然後摸完籌碼 當然不會洗手就玩下一局 鼻痕又怎樣 嘴痕又怎樣 就拗一下他 摸一下他 那當然會接觸傳染 如果有毒的飛沫 摸一摸 揸一揸鼻 就糟糕了 所以船上當然是出事了 而且不僅是這些地方 如果有一些是超級播毒者的話 他那些口水花到處噴 噴到船邊都是扶手 電腦又是 電腦又是甚麼都 你一按了就中招了 所以你說這隻世界夢號 他只是對船員進行病毒測試 就不對乘客進行病毒測試 我就感到非常奇怪 為什麼你既然有資源的情況下 你不幫那些乘客做 防患於未然 就算你確保這些人 全部都是陰性也好 也可能是假陰性 更何況你完全連一次都不去做 你怕浪費了那些試劑嗎 是不是怕沒有資源又怎樣 其實你想怎樣 不要經常怪市民 對政府的政策或措施失去信心 根本上是你給不到信心的市民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